说跟那个十字架耶稣 这个是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 曼菲天使圣德 细心的介绍 他和父亲在去年圣诞节前夕 一起为上帝进行打造的房子 房子内有上帝 有圣母玛利亚 还有温馨昏黄的灯光 不过圣德一家人居住的房子 却是没有门的茅配屋 圣德家中有三个孩子 目前除了排行老二的他在家 其他的孩子都到外地工作了 父母亲感谢上帝 让他们有这个大天使在旁边作伴 是感谢天主 他给这个圣德那么好的 那么很乖 圣德的父母从来没有因为 圣德是曼菲天使而自连 以正常的心态看待圣德 对圣德肯定有加 一一细数圣德的好 我小孩子很快 每天早上大烧出来 我记过父亲都是他烧地的 圣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每个礼拜天固定上教会 在这个没有门的屋檐下 看到的是知足的平安喜乐 许多家中有卖非天使的家长们 面露愁容和忧虑 圣德的父母将圣德的未来交托给上帝 珍惜和圣德相处的每一刻 如果你旁边是有一个圣章的孩子 坐在旁边用餐的时候 他们跟你们一起用餐 就把他们当成一般人 那家长会更觉得社会是接纳他们的 他们并没有跟人家不一样 那样我觉得才是 让孩子走出来才是正确的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是有成就才高人一等 也不因身体有缺陷而输人一劫 最可贵的不是外在条件 而是往往连金钱都买不到的快乐 在大午乡下 农田环绕 群山环抱 这都没有门的房子里 蕴含了麦菲天使圣德 带来的喜悦与满足 东台新闻黄威 在大午乡的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